这个盘永顺做起事来怎么这么狠 姓盘的哪还有点人味 他肯定不会轻易放过韩石的 盘永顺是疯了 他是输狗的 鼻子又灵 咱们还没有下手 他已经托人烧化到李家 要李家交出上司来这儿的那个阎公 他是要灭口 不能交出去 先让那个阎光外出躲一躲 姓盘的真要把阎公灭了口 那月月的事就无人对质 那不更难他没办法了 我已经让赵八爷把那个阎公藏起来了 老爷 如今少爷被关 搬到盘永顺的事可不能再拖了 是啊 是想搬到他 可真没想到那个姓盘的如此难逗 搬到他从何下手啊 能不能让毛师爷想些办法呀 我给毛师爷写过信了 毛师爷说 给盘永顺撑腰的 明里是那个郎大人 郎大人背后还有简亲王 在四川 暗地里还有那个涅台大人和布正使 这个盘永顺真会使银子啊 前些天啊 我也写过一封信 给吴总督吴大人 隶属了盘永顺的种种劣迹 托人少给了他 可就是不知道 这个吴大人肯不肯帮忙啊 十有八九会石沉大海 吴大人不会管这种小事的 顶着天也许是问几句 下边的人随便找个理由 也去搪塞过去了 这么说就真的拿那个盘永顺没办法了 我急呀 你说这个盘永顺见了我等大户 就像见了仇人似的 盘管家又死了 血燕又不见了人 这个家伙现在做起事了 更加肆无忌惮 含尺在他手里面 凶多吉少啊 老爷 请老爷不好了 衙门里来人说到我家找姨奶奶到县牙里问话 我家老爷要跟他们拼命 问什么话呀 衙门里来人说李家欠了盐税 欠什么盐税 那分明像灭口嘛 一准是冲着那个盐工去的 我去去就来 小小气 小小气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你要是做不了主 就让你家姨太太去见官 我家姨太太要是不肯去呢 那就怪不着兄弟了 一会儿县牙还要来人 搜到了就带走 滚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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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回房休息一下再做决定吧 什么东西 秦老爷来了 我来照顾秦老爷 您去歇着吧 您哪先回房歇着 我来照顾秦老爷 您去歇着吧 秦老爷 秦母来晚了 秦老爷一去逼着他们先拿出证据 董管家又叫来一大帮子严工和家丁守在大门口 不让他们待人 潘永顺手里面没有李家什么证据 所以没敢对姨太太怎么着 看来这个潘永顺是铁了心要跟我们这些人作对 我听说 潘永顺已经报警了内江府 要向韩石就地正法 秦老爷知道吗 他怎么说 资光昨天已经去内江府陈述冤情了 还带了些银子 稍等上下打点 恐怕也无济于事 秦老爷的意思是最好能将大事化小 退而求其次能拖就拖吧 对了 我听说内江府最听涅台大人的话 回头你去秦家找找秦老爷 好好地跟他商量一下 怎么在涅台大人身上做些文章 怎么着也得先保住韩石的命再说 爹 您恐怕忘了吧 这涅台大人和郎大人可是亲家 对呀 难道真的只有听天由命了吗 好 雪燕呢 找到他没有啊 好像还没有 听说 潘永顺已经快疾风了 盘人到处去找 要是有了雪燕的下落 想办法找人给他送点钱去 只要他没跟潘永顺搅在一块就行了 见到他只管给钱 不要提我就是了 大人 有什么不顺心的吗 总督不好当啊 历朝历代 为官者除了保义方平安之外 只专心做两件事 一个是粮食 一个是食盐 有了粮食和盐便不会出惊天动地的事 这几年四川是风调雨顺 粮食倒不缺 可盐呢 大人是不是想说 这盐商门比较难缠 那倒不是 我在两江时 虽也过问盐事 可那毕竟是海盐 与景盐不同 四川的景盐是越琢磨越奇怪 这二者都是盐 难道有何不同吗 这么说吧 就像两双外形一样的鞋子 在外人看来没什么两样 只要一穿在自己的脚上 那各种滋味你会体会得一清二楚 总之一句话 与海盐相比 景盐要深得多啊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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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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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听那边什么声音啊 哎 可怜呢 也不知是谁家的媳妇 还带着个孩子 前些日子偷偷住进了那边的废警场 大家看她没吃没喝的 一到吃饭的时候 就都留下一口给她和孩子 没想到这两天孩子又病了 也拿不出钱请大夫 那东西放下 带我去一趟吧 哎呦 那可够远的 这是因为是夜里 这声音才传到这儿 东西放下 带我去看看 这天下最难防的就是疯狗 当不知急 是要想尽一切办法把韩石救出来 你我多加留心 再不能生出其他时段了 韩石是对盘永顺行刺 姓盘的不许任何人过问此事 连牢头都换成他们从成都带来的人 我去保了两次 他连面都不见 我们还有 伯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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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到内疆府了 韩石的事怎么样了 内疆府官腔十足 什么都不肯收 还自称秉公办事 他还说什么 上台了他褒奖盘永顺 称盘永顺至县有方 大一灭亲 哎呀 这盘永顺略计斑斑 害死盘管家和月月 难道福台大人就一点没听说 他 他 他到底说什么 他说仔细诬陷 还说能官强力的难免会受些诬陷 老爷 老爷 您出来一下 妙红 有事啊 没出什么事 你别吓着我啊 是不是家里边又出什么事了 没有 是李家姨太太来了 说有要紧的事 柳青 柳管家 快 可听请 我在临县修井 意外地碰到了一个知根知底的人 他让我给秦老爷说一句话 就说要想扳倒盘永顺 只去找一个人就行 找谁呀 吴总督最近娶了一房小妾 那个小妾 可能就是从王老爷家逃走的丫鬟 从王老爷家跑出去的丫鬟 嗯 知子呀 盘永顺到父亲上任之前 曾经到总督府拜见过吴大人 他在总督府看见了知子 吴大人那时说 知子是他的小妾 吴大人独闯客栈寻丫鬟的事情 早就传得沸沸扬扬扬了 这个事儿可能连七太太太 我和太后都知道 但是从来没有人把这个丫鬟 跟侄子连在一起呀 他还跟我说 吴大人对侄子宠爱有加 每天都形影不离的 是是是 侄子是个好姑娘 是 侄太太 不知那位知根知底的人是谁 她又是怎么知道此事的 她 她就是路过警场 我 我没细问 原来如此 老爷先别管那个人是谁 既然能救出韩石 还是赶快派人去趟成都 到总督府找知子吧 不然可难搬到潘永顺 你是有所不知啊 王家对侄子出逃的事情悔莫如深 去找他 这不是给王老爷伤口上撒盐吗 再说了 这招成不成也不一定啊 伯父是不是担心侄子会记恨王家 那都不会 这个王正云 他的处事为人你们不太清楚 我郑云帝夙日接人待物 那是重情重义可圈可点啊 既然如此事情紧急 折而想到成都去碰碰运气 此事成与不成都得瞒着王家 切记 不可到处张扬 万事不可强求 子光啊 你去吧 到了总督府见到知子 他要不愿见你 此事便罢 见了你 不承认是知子 也还是罢了 承认知子又不肯相助 此事就作罢吧 伯父放心 只知道了 到了成都 我连谋士也不去找 免得让他为难 是是 这个池子逃离王家的各种原因 虽然不说 大家都能猜出一二 只是爱着王正云的面子 大家不爱提起此事就是了 事情到了这一步 也只好这么办了 谢谢姨太太 谢谢姨太太 姨太太可能不愿说明的原因 秦某也能略知一二 姨太太 李家日后若有任何难事 请尽管来找我秦某 秦某定当鼎力相助 你到了总督府一定要记住 此事万万不可外传 如遇什么意外的事情 赶紧烧个信回来 我也好帮你出些主意 是 伯父 传家 开船了 此人是盘永顺的一条狗啊 快点了 传家 快点 伯父放心吧 趾儿知道了 路上要多加小心 去吧 走 从昨天晚上出去忙着修警 一直忙到现在 啥都别管了 赶快回去歇着吧 那我回屋了 老爷那儿 老爷那儿有我呢 叫你别管就别管了 快歇着去吧 哎 来 快出来 来 哼 等会儿我让丫鬟 打一盆洗澡水过来 你们娘俩好好洗洗啊 这个是我平日穿的衣服 等会儿换上 孩子的衣服没有 就拿这件改改 好吗 好了好了 好了 别哭了 别哭了啊 在我这儿住着 有我吃的 就有你们吃的 有我穿的 就有你们穿的 等时间长了 我有了主意 是常住在这儿 还是另外租地方住 或者是回王老爷那儿 再做打算 我就算死在肺炎井里 我也不回府井了 快别这样 你我都是女人 只有女人才知道 做女人的不义 过去的事情都忘了吧 那盘永顺不是个人 王老爷至今还蒙在鼓里 你呀 就好好地活下去 把孩子养大了 将来总有一天 王老爷 王老爷 会去找盘管家的后人的 答应我 一定要好好地活到那一天 姨奶奶 外面有人找 找我 谁呀 说是父亲来的 是姨奶奶家的亲戚 亲戚 我家姨太太来了 夫人 请问你是 小的从父亲来 是秦日郎秦老爷家的人 你先下去吧 是 先生请坐 先生 我好像认识你 小的姓秦 是秦日郎老爷的堂侄 你就是 紫光少爷 不敢当 小的 秦紫光 不知 紫光少爷找我何事 为父亲支线 潘永顺而来 老爷 你看 告诉潘永顺 别老给我送这玩意儿 想收我的命不是 我家老爷说了 郎大人的寿臣快要到了 这一万两银票 是他送给您的寿礼 瞎说 我不是刚刚过过寿臣吗 行了 有这份孝心就好 回去告诉他 好好干 前程似锦啊 小的一定敢告 一定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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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是傅景仁 今天晚上我出去修景的时候 你呀 就带着孩子跟我一起出去 义太太的恩情 玄宴永世不忘 來 拿着 给你离 拿着啊 大人 这子呢 在里面 橘子 这是为什么呀 这 我也不知道 这大冷的天到底为何呀 这是 我也不知道 拉她起来她不肯 往那身上拼衣服她不让 已经好几个时辰了 那 那为什么不告诉我呢 她不让 走走 侄子 起来 侄子做错了事 自作自受 这是从何说起呀 快起来 大人 容我把话说完 大人对我恩重如善 我却有一事相瞒 大人如果今天不肯原谅我 侄子 只有归死在你面前 才能了却 大人对我的厚爱 大人 我 这 刚进府室 大人曾经问过附警的王正云老爷 侄子装作不知 其实 我就是王家 逃出来的丫鬟 我还当什么事呢 这算什么呀 赶快起来 来 那 我能和你相伴此生足矣 那些沉芝麻烂骨子的事替她干什么 这么冷的天 冻坏了知死 那才是大事呢 快快起来 谢大人宽宏大量 侄子还有一事相求 既然你是从附警那逃出来的 当然 我也知道你是为了盘永顺的事吧 大人 你提到知子这个名 我是老天成全 视为天赐 此缘可遇不可求啊 至于知子是何处生何处长 你不多说 我也不必多问 可没想到 你竟是出自那个连前任总督洛炳章大人都敢斗的王家 大人 刚才听你坦言宪告 我便猜出了是为了姓盘的事 父警乃本省谄言要地 事关全局 我身为总督哪能对那儿的事一无所知啊 真要是浑庸到那种程度 我这个总督也就做不下去了 自根定大人以后 知子不敢多问半句 可是这一次 那这一次你是为了王家 也是为了秦家和父亲的颜商 难得你如此重情重义 杏盘的做事的确太过 与公与私 我都该成全你 那 我就替父亲的颜商给大人磕头 快起来 起来 起来 你呀 喜叶俏 悲叶俏 你就是一朵乔之子 大人 既然你选择离开附近 我没有办法 不过你放心 以后每个月呢 我会借着修景的机会 去看看你们娘俩 送些吃的用的 只是你一个人在外面 带着孩子 一定要当心啊 起来 快起来 别哭了 让人听见了 别哭了 来 来 跟着妈妈 走 快走吧 快走吧 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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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什么 你 后退后退后退 后面是盘大人 知道吗 后退后退 怎么着 怎么着 给我停 落叫 何方管理啊 到附近是路过 还是办差啊 你就是盘永顺吧 你我同为七品 到了盘某的地盘 咱们连一点礼书都不讲了 不用了吧 给我拿下 是 反了 这可是盘大人 反了 干在盘某的地盘上撒野 给我拿下 是 本官奉四川总督吴汤之命 特来傅景将犯官盘永顺 押解成都 谁敢违抗 与他同罪 拿下 是 不对啊 走 别动 一并拿下 干什么 走 走 你 你说什么 将盘永顺隔之拿问 你没听错吧 是聂财大人亲口告诉我的 他说抓拿盘永顺的官兵都走了两天了 吴大人才告诉他 还说这盘永顺的事不许聂司府插手 这不完了吗 看来这吴大人是要一杆子插到底 除了他 谁还敢 他这么做也太过分了 下官早就说过了 这吴大人的水有多深 没人能踩得透 他后边有太后撑着 会把谁放在眼里 郎大人 这事应该与太后无关 那盘永顺做事向来是有头无尾 这男妙会 谁会干干净净 要想寻些事出来 那还不是易如反掌 恐怕这吴大人的真意并非是仅仅如此 你的意思是说 他要将你我一并拿下不成 郎大人 您这有捡亲王给照着 还不至于如此 可下官无根少计的 这 潘永顺的好处你平时也得了不少 你是不是怕拔出萝卜带着泥 这天塌下来有大个儿顶着 郎大人您都不怕 下官还怕什么 那要是大个儿的也被压完了腰 不至于如此吧 您说这吴大人也真是 身为总督还管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干嘛 他这是一时三鸟之计 一则可以自述青天形象 二则可以安抚父亲的商民 这其三嘛 烧带敲山正虎 狼大人 您可是一省的严查倒台 又是朝廷的二品大员 那潘永顺还是您一手给提拔起来的 如果这要是传出去的话 恐怕会让人笑话吧 他姓吴的水在深 我狼某也不是没见过大江大河 是 谁 潘永顺 潘 说清楚点 吴总督从成都派了个官差来 在大街上遇到潘永顺 当中就把他拿下了 已经押到成都府去了 太好了 老爷 这下咱们寒食有救了 是啊 是啊 太好了 我说你们先回屋去 这事儿我得跟子宫好好一夜 走吧 走 妙虹 真是太好了 见了知子 我就知道这事儿有戏 没想到来得这么快 知子在吴大人心中分量之重 由此可见一般 是 可潘永顺的后台是那个严查倒台狼大人 他能坐视不管 那就是吴总督和狼大人的事儿啊 对了 子光 这个事儿就咱们几个人知道就行了 千万不要对外生长 我怕王正云他听了心里不舒服 等过些日子跟永世说说 那韩石的事儿呢 还得到牢里去打探打探消息啊 潘永顺虽然罪有应得 我说韩石他毕竟是刺杀朝廷命官 还得再想想法子呀 只是想 就算保出来 最好让韩石在外头躲一躲 好 你我想到一块儿去了 子光啊 他要是不出去躲 说不过去呀 现在那保韩石出来的事儿 我就怕这韩永顺一倒 衙墨里群龙无首的 没人敢管这事儿啊 先把那牢头什么的摆平 其他的事儿拖一拖 从目前看 也不会再出什么大事儿了 好 好 报应 与王家为敌 没有一个友好下场的 这事儿还多亏了秦家 是子光到成都走了一趟 这事儿就有了好转了 快问问秦家花了多少银子 该咱们除的 咱们王家一定得除 我问过子光 他说拖了一个熟人 没花银子 那是人家客气 这个年头哪有不花银子的 那我抄公再问问 爹 我先去了 好 去吧 我看这姓吴是铁了心的 跟我过不去 狼大人 您都赶紧拿个主意啊 那盘永顺怎么说也是朝廷命官 曹操审讯就给定了死罪 这就 拿什么主意啊 这盘永顺自押赴成都以后 那吴唐是谁也不让见 涅台大人是三番五次替盘永顺求情 可吴唐是置之不理 还说 盘永顺是其罪当诸 不杀其头 是上副朝廷下溃黎民百姓 一副晴天大老爷的样子 这盘永顺已经定了死罪了 责日斩首啊 你说 我是怕他 你怕什么啊 你是怕他在牢里扛不住是不是 你怕他在牢里胡说是不是 可不是 这 我看你啊 是盼着他早点掉脑袋啊 早点把嘴巴封下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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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朗大人 下官绝无落井下石之意 朗大人 朗大人 我这里有五百两银票 你看能不能救救他 五百两 贾大人 你收回去吧 你这还是救他呢 我看你只能给他买口棺材 不是 我这还有一千两 我本来是想拿这些 也在给他打点 打点 打点什么 五堂大人一手遮天 你怎么打点 不是 你抓紧点时间吧 这万一盘永顺在牢里面 他乱摇起来可就来不及了 你放心吧 今个一大早 我已经派人去京城了 你猜猜看 我让这些人带走了多少银票 那郎大人做事那都是大手笔 下官怎么猜得出来呢 整整三万两 京城那些官那钱少了 人家瞧他瞧不上眼 狼大人 你看这是破费了不是 这打狗还得看主人 这盘永顺要是说啥就啥了 那在百官面前 我郎某我怎么抬得起头啊 还是郎大人想得深远 听太太说 你有喜了 这么大的事怎么不告诉我呢 这是怎么回事 来来来 快快快 坐坐坐 难得见大人如此高兴 真是喜从天降啊 还不知道是男是女 我已有一子 若再生一男 既可谓是锦上添花 若生一女 我坐拥大小两朵枝子花 可不是越发的奇乐融融 大人 进来 大人 刚送到的二百里加急 是刑部来的 真是岂有此理 荒唐 质子 你先歇着 走 还是郎大人出手不凡 刑部一插手 盘永顺的命就保住了 下有下道 谢不谢路 他吴大人也不是当今皇上 刑部已经议定 盘永顺虽有过失 但罪不当诛 说请四川涅台大人重申此案上报朝廷 案子盘永顺该定什么罪就由不得吴大人了 上查 上查 不要高兴得太早 此案虽有转机 下去 但也不能掉以轻心 当今聂台大人抓紧时间办理此案上报朝廷 他涅台大人是按朝廷的意思办理此案 吴大人心中再有万般不悦 拿他奈何 郎大人 您这所想总比下官先行一步 佩服 近西北动荡 朝廷以命左宗堂为镇西将军 领兵清剿 正是用人之计着盘永顺 西北军前效力戴罪立功 书中水深 我没放到这一手 大人 这盘永顺一案先是搁浅 说是再深 拖了这么久 竟是这个结果 我乃堂堂总督 竟连一个支线也治不了 心有不甘还是其次 岂不让郎宝长等人看我的笑话 大人 再想想别的法子 听既乃皇上旨意 我敢违抗不成 侄子刚坏是孩子 此事先别告诉他 他生不得半点气 盘大人 还想用点啥 要不小的在上镇上买点去 这些够了 你放心吧 盘某不会白吃你的 盘大人说笑了 就怕出了这门 盘大人不认得小的了 除了狼大人 我谁都不欠 真要出去 先赏了你 是来接盘某出去的吧 别着急啊 等我喝完这两口 下走 接你倒是不假 这酒啊 你还是等到阴间再喝吧 你们是干什么的呀 本官奉吴总督之命 这就将你押赴刑场 斩首 弄错了吧 朝廷可是有旨意 让我到左宗唐大人那里 你少说废话 带走 是 走 干什么 走 我要见狼大人 带走 我要见狼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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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永顺被斩了 好僧哪 快下去下去下去啊 好僧哪 消息属实 时辰刚到 潘永顺及丧命秃刀之下 奸斩的是魏大人 他心无得只庭际于不顾 简直是无法无天 我要上班参讨 我要参讨 我要参讨 狼大人您息怒 这吴大人公然抗旨 必然仗着身后有靠山 一小人之见 咱们还得再度进京 花现银梁买通玉石 以求内外呼应 此事我绝对不会罢休 对 我就不信我参不倒他 我参不倒他 我参他 我参倒他 我参倒他 滚 滚 参他 翠翠 快去拿酒来 正明弟 你还报兵在身 这酒可就免了 这么大的事 怎么能不喝点酒呢 翠翠 快去拿啊 秦老爷 你坐 你先来 你先坐嘛 你坐下 慢点 正明弟 那你可只能意思意思 不然我一口都不沾 九仪秦兄的就是了 去吧 翠翠 潘永顺落此下场 小弟心中解气 这精神一爽 病也好了许多 是 为了这个潘永顺 误了不少事情不说 王家还搭建了两条人命 潘管家不该离我先去 少了这个好兄弟 赶起事来都没了劲了 是啊 潘管家是不该走 月月的事让人想起来 也觉得心酸 不过 正明弟 有一个人 你一直没想起过他吗 你是说 正元帝啊 其实我知道 你一直在暗中找人 打听他的下落 王某躺在这张病床上 心里头就一直在想 潘管家一生辛劳 都是为了我王家 他竟然掀我而去 而潘永顺也被砍了头了 真要有一天 我到了殷曹帝府 见到我这位好兄弟 提起了潘家的后人 我对他真是难以交代啊 是是是 那孩子 终归还是盘家的后人 而我和盘管家情同手足啊 照这个情犯上论 那孩子不也是我王家的后代吗 老爷 酒已摆好 太太让到堂屋里去喝呢 好 秦修 咱们喝酒去 好好 走 慢点慢点 咱们喝酒去 来 哎呀看来是见好了 来来来 慢点慢点 你们你们这是又怎么了 还是秦老爷 你一来我们老爷终于出门了 是啊 我们都以为老爷再出不了那个屋了 昏花 张嘴 算了算了 秦修 来来来来 秦老爷请 秦修 坐 坐坐坐 请坐 快 到前 请 秦老爷 好 谢谢 老爷 嗯 到上到上 来来来 来 郑元帝 为了你的康复 干杯 秦老爷 我们 太太您放心 我们刚才已经说好了言而有信 我干杯 你可只能沾着啊 哎呀 来来来 来来 轻风吹 将回忆吹头 你再与谁相守 那一掌 不离不计 如今是风 只剩秦组 你走后时间已停留 还有什么感受 只祈求在许多年之后不同 酒已足够 若不能挽留又何必强求 红颜到白头又几度春秋 总是这半生情依旧却放手 花开是天尽头 爱还在心头又何必开口 人生里奔走问什么缘由 纵然到最后后与怀怨 身后留对错向谁诉说 若不能挽留又何必强求 红颜到白头又几度春秋 总是这半生情依旧却放手 花开是天尽头 爱还在心头又何必开口 人生里奔走问什么缘由 纵然到最后后与怀怨 身后留对错向谁诉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